如果你没听过专精特新工业母机 不知道什么叫做白酒掌握核心科技 那可能是你还不了解中国特色固执体系 但是如果你不败辅于突破岛链封锁 不惊叹于颠覆卡搏轨迹 那我就不得不批评你 对小小的中国震撼缺乏足够的尊敬 分享两个数据 2018年芯片正式取代了石油 成为了我国对外依存度最高的进口商品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 进口最多芯片的咱们却坐拥超过3000家芯片设计公司 而全球剩下的国家和地区加起来也只有不到1000家 这不禁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为什么上个世纪一穷二白的我们 面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层层封锁 却实现了两弹一新的历史性突破 那一句振奋人心的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 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依然营绕在耳边 反倒是现在资金充裕了 技术成熟了 天下厂商共一弹 我国独占巴斗了 却还是被那一枚小小的芯片卡了脖子了呢 大家好 我是一边骂国产芯片垃圾 一边疯狂抄底国产芯片的Frank 同样是世界性难题 咱们造的原子弹却造不出芯片 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难道是咱们的起步太晚了吗 还真不是 早在1956年 在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 半导体科学技术 就被正式列入国家新技术 四大紧急措施之一 1975年 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 更是在中科院的109厂 生产出了国内第一块EK DRAM存储芯片 从上帝视角来看 这在当时只比美国和日本晚了五年 而在技术完成度上 甚至还领先于同期的韩国和台湾地区 就起步阶段而言 咱们至少也是个第二梯队 那么难道是咱们的支持力度太小了吗 也不是 1982年 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 时任副总理万里任组长 1984年 国务院成立电子工业振兴领导小组 时任副总理李鹏任组长 相关领导不可谓不重视 支持力度不可谓不重大 而在进入了2000年以后 国务院又先后下发了 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18号文 01专项02专项 到了2015年 发展存储系芯片 更是被确定为国家战略 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出地 如此的支持力度 方言全球 那也是相当的炸裂 那么难道是咱们的资金投入太少了吗 更不是 2014年9月 大基金一期成立 2019年10月 大基金二期成立 5年时间 工信部牵头成立的两期大基金 资金总规模高达3500亿 背后的出资方名单中 财政部国开行赫然在列 天湖开局 两张王配四个二 直接抢地主 一上来就跟你超级加倍 打名牌 反观隔壁 看似混得风生水起的新能源汽车 从2009年到2022年底 13年的累计补贴 还不到芯片的一半 论烧钱这块 芯片压根就没在怕的 那可就有意思了 既然起步不算晚 力度不算小 投入不算少 可为啥国产芯片 一顿操作猛如虎 钉钉一看 却还在原地处呢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 非常神奇的现象 国产芯片 或者说国产半导体 作为一个守正赌石 久久围攻的行业 应该是不闭关修炼了3、5年 都很难有实质性突破的 但是我们却总是能 隔三差五的刷到 这样或者那样的捷报 今天把美欧日韩干沉没了 明天把全体国人弄沸腾了 说实话 骗哥们可以 别最后把自己骗了就行 但你别说 一直这么刷屏 还真有人上当 面对央视财经的专访 格力惦记董事长 董明珠 就曾放出豪言 哪怕投资500亿 格力也要把芯片 研究成功 为什么说 董小姐上当了呢 咱们不妨来算笔账 目前 已经实现量产的 能做到7纳米 及更高工艺水平的 EUV逛扣机 单台的售价 高达1.2亿欧元 而中国大陆境内 暂时还没有这台 最顶尖的旁人大物 目前 公开保有的 最先进设备 是处在第二梯队的 技术上限 只能够做到 7纳米制成的 ASML的 DUV1980D系列光刻机 单台的造价 在2亿人民币左右 目前 作为国内半导体龙头的 中芯国际 保有量最多 但是也仅仅只有10台左右 那么 拿500亿砸进芯片这个池子 究竟 能掀起多大的水花呢 这么说吧 中芯国际 光2022年这一年 竟研发投入这个一项 就花了49.5亿 成立至今 20多年的时间 尚且不敢立下军令状 而董小姐 居然幻想靠500亿 就搅动芯片市场的风云 不知道 她的勇气是谁给的 如果说 山高皇帝远 不是人间疾苦 还能被原谅的话 那么 作为一名 已掌握核心科技自居的企业家 居然对 真正核心的科技行业 缺乏 最基本的常识性认知 仅凭一张嘴 就妄想立于不败之地 真的是让我大受震撼 关于光刻机 到底比原子弹难在哪 国内IT大佬 于少青老师的一个观点 我非常认同 原子弹是有没有的问题 光刻机则是好不好的问题 造出了原子弹 就算是通关了 而光刻机造出来以后 打怪升级之路 才算是刚刚开始 但是 面对这个守镇赌石 久久围攻的行业 咱们那套正气结合 或者说 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方式方法 却好像突然不灵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正值大运动期间 随着一纸红头文件的下发 各地方一哄而上 纷纷新办电子厂 为了数典型立先进 你甚至能看到 一口大锅闹革命 老太太练出 单金龟的专题报道 果然 现实永远比小说更魔幻 时间快进到2000年 同样是 随着一纸红头文件的落地 各级政府 又是紧锣密鼓的拨款 设立专项资金 争相竞逐 国产芯片 第一层的桂冠 在这个 上面有任务 下面没对策的尴尬阶段 一位拥有 留美经验的高级工程师 陈静 进入了上海市政府的事业 陈静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 硕博 都是在美国修的 计算机工程专业 并且 具有在摩托罗拉 半导体总部担任 高级主任工程师的工作经历 毫不夸张的说 陈静这个履历往那一放 你上海不要 全国 可有的是人抢着要 2002年 回国后的陈静 便火速得到重用 担任了汉兴的总设计师 在汉兴研发的动员大会上 曾经立下了16字的军令状 第12年 卧薪长胆 第3年 一鸣惊人 第4年 海纳百川 同城万里 没想到 这外来的和尚 新官刚一上任 就来了个 乔山正虎 更没想到的是 后续的科研成果 比这军令状 还要虎 仅仅耗时16个月 一款完全自主流偏 自主封装 自主测试的 制程 达0.18微米的 汉兴一号成功问世 在汉兴一号的 发布会现场 国家极深电路 专项小组的专家们 对其进行了权威的鉴定 结果 鉴定为真 结论 国内首创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其实 这话说的 还是太保守了 汉兴一号的 工艺水平 已经跃居世界一线 甚至大幅超越了 同期的英特尔 更令人欣喜的是 在发布会当天 汉兴一号 便洗提 超百万片订单 实现国产尖端科技 对老美的反向输出 那只是时间问题 仅仅卧星长胆 不足一年半 便在芯片领域 完成了一名惊人 感应超美的壮举 上海市科技创业 邻军人物 长江学者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等荣誉光环 以及大把大把的科研经费 自然是不请自来 一年后 陈静团队再下一程 又相继发布了 汉兴二号和汉兴三号 再一次给世界 来了点小小的中国震撼 可是 三年过去了 却始终听不到 任何关于汉兴量产的消息 直到2006年 有人在网上匿名举报 汉兴造假案 才终于浮出水面 整个造假过程 其实不复杂 简单概括来说 就是陈静委托在美国的弟弟 带购了10枚摩托拉的芯片 然后外包给装修公司 用砂纸打磨掉了上面的logo 最后再加上汉兴两个大字 伟大的国产芯片 便诞生了 面对如此 大致若愈的造假手段 不得不感叹 陈静在哪里 人类想象力的边界就在哪里 但蹊跷的是 这宗世纪造假案 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 除了部分研究经费被追回以外 没有人为此事负责 更没有人为此事道歉 既然恶性犯规 不会遭到红牌警告 那可就别怪 大得要来咯 2014年 随着国产机身电路产业发展 推进纲要的发布 以及大基金一期的成立 各地造新计划 立马提上日程 湖北出了个红星 四川出了个革星 山东出了个全新 开局这张图 内容全靠边 很多一眼假的草台班子 连芯片最基本的理念都没搞懂 就能靠着一张PPT 疯狂的拿钱拿地拿资源 每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们总是垂胸论足 扼腕叹息 对这些亥寻芝麻嗤之以鼻 对这些坏雷锅中的老鼠屎 劈得不留余地 但是 就像曾经大锅恋心的老太太 和沙子造假的沉浸 似乎是大干快战的指标任务 和闭门造车的研发思路 平白无故地送给了这些人套礼空间 其实 一直在同一个坑里摔倒 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 那就是 芯片的研发周期 实在是太长了 从建厂到研发 从流片到封装 从封测到量产 有这闲工夫 把整套芯片项目跟下来 领导班子 早就换了三四查了 等到出事了 爆雷了 人家早就高升了 难道 你还想拿本朝的剑 斩前朝的关 如果这事发生在 经济发达的地区 那倒也问题不大 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烧掉一些钱 倒掉一批企业 都能被归因为 试错成本的一部分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意 但是 财政条件 稍微有些紧张的欠发达地区 继任者们可就难顶了 那些落了地的造星先锋们 还得继续拿钱拿地 拿资源供着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嗨 请神容易 送神难呀 这时候 肯定有同学要问了 只想管得太松 会让那些招摇撞骗的 PPT大神钻了空子 那是不是 只要做到 严出严禁 就能保证芯片的 研发成功率了呢 非常抱歉 还是不行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 叫做寻租 白地摊的 给城管地烟是寻租 造芯片的 给领导塞钱 也是寻租 一旦监管驱炎 等等加码 就会产生寻租空间 资深腐败 2022年下半年 大基金的多位高层被带走 坊间各种声音议论纷纷 虽然最终 咱们期待的那件大事 并没有发生 但这一次 至少有人被红牌警告了 有一说一 大基金虽然被查了 但是作为一个产业投资基金 它无疑是淫麻了 2017年 大基金以14.5亿 入股造成创新 到2019年12月 首次减持时 股价已经翻了4.44倍 如法炮制 大基金又以2.88亿 入股略行为 到2021年7月 大基金在高位减持时 股价已经暴涨了 1488% 凭借国家队的背景 大基金要想在低位进场 的确不算是一件难事 后续只要等到 境外敌对势力制裁 情绪一配合 股价一炒作 高位离场的机会 真的是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几倍 十几倍 几十倍的回报率 那可真是信手拈来 同安共股的复发过程 很煎熬 但是风险拟担 收益我想的结果真的很棒 脚踏实地的投资周期 很漫长 但是低价进场 高位减持的回报 真的很爽 最后再给各位分享一组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12日 中国累计已有 2029个实体 被美商务部列入 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留给我国芯片行业 冲击高端的时间 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而芯片又恰恰是个 零和博弈 赢者通知的游戏 正如任正非老爷子 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们设计的先进芯片 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来 国内的芯片厂商 哪怕再努力 生产出来的芯片 还是太落后 根本没有竞争力 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 电脑 还是得继续依赖 进口国外高端芯片 长时间的入不敷出 只能让研发陷入停滞 没办法 要想实现造型技术 完全的独立自主 就必须依赖产业扶持的介入 所以咱们纠结的点 从来都不是政府该不该介入的问题 而是不该在全国大搞造型运动 讲到这个话题 不妨让我们看看海峡对岸 台积电 联发科 莲花电子等芯片大厂 几乎都发源于新竹 那里配套有岛内 两大高等学府 台湾交通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 还配有岛内最早推进 集成电路研发的高端智库 工研院 也许 这就是大陆一线研发人员 做梦都想实现的产学研体系 三次惨烈的造型运动大烂尾 告诫我们 这里需要支持 需要资金 更需要手刃赌持 久久围攻 不要老是电机你那 玩到超车 闭门造车 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万万不可 胡作非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